因为我前面的三个都是男孩子 所以本来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 但是没想到的 还是个男孩子 不过呢 这个孩子长得特别漂亮 比我前面三个孩子都漂亮 那这个也不算稀奇了 奇怪的是我一生下他以后呢 我看到他第一眼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对不起他 很奇怪 那么后来我晓得了 这是因为我前生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对不起他 我想啊 要是这个孩子在我的手中 没有被救活的话呢 那我是一个多么罪恶的人呢 我心里就是这种感受 而且呢 我又在想 我本来是可以在家里面不出去的 躺在床上不出去的 因为呢 那个医生告诉我 这个孩子只要在你肚子里面 待两个礼拜 那肯定就有救了 但是现在没有把握 可是我们还是尽量地救他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那么这个时候我听到医生这么讲啊 我就突然想到了 这个人的力量啊 毕竟是有限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 所以呢 我就把电话拿起来 打给台中的那位法师 我母亲的那位好朋友 打给那位法师 那这位法师呢 现在已经网生了 那当时呢 我打电话给他 我就跟他讲 师父啊 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生了 但是太小了 我怕他过不去 可是我想救他 法师就问我 你真的想救他吗 我说是 我想 他又问我 你可以牺牲吗 我说可以 那法师就跟我说 那么你从现在开始 你可不可以吃一百天的素 我说可以 那么他说 第二桩事情 我问你 你喜欢哪一尊菩萨 最喜欢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从小最喜欢观世音菩萨 他说 那好 你会念什么样的经 我说 我只会念白衣神咒 白衣大士神咒 他说 他说 这也行 从现在开始 你放下电话开始 你念一万遍 你或许可以救他 那么 就这样子 我日日夜夜不停地念 日夜不停 那么到了十几天以后呢 护士小姐跟我说 他说呢 现在孩子呢 还在保温箱里面 但是你已经很健康了 你可以回家了 那么等到孩子 大一点的时候呢 可以出来的时候 你再来接他 这样就可以 所以呢 我就回家了 因为我家里面呢 有一个小佛堂 所以呢 我可以说是 把握住任何一个机会 每天早晚不停地念 念菩萨的圣号 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这个孩子了 我原来是可以在床上躺两个礼拜的 他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万一他没法子救活的话呢 我要怎么办呢 我肯定会很伤心 所以我就不停不停地念 日夜不停地念 一直到了这个孩子 生下来第二十九天 二十九天 当天马上就满月的那天早上 三点钟 三点钟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噩梦 到现在我都还有印象 什么样子的噩梦呢 我梦到那个小孩 这个小孩 他来抓我 那我也抓他 结果呢 两边都用力地拉 可是没有拉住 这一枚拉住呢 他的脸就黑了 我醒来之后 我知道事情不好了 这个梦不好 所以我就叫醒我的先生 我说你赶快 赶快打电话给医院 那我先生就讲 他说 现在才三点钟 人家也要睡觉啊 但是我跟他讲 不行 我先生呢 他也很了解我的脾气 这个电话要是不打 那可能呢 他这个晚上的觉 他也甭想睡好 所以他就只好 一直不断地拨电话 可是他一直拨过去呢 对方都一直在讲话中 但是当他把电话一放下来 对方的电话就来了 是医院打来的 说这个孩子在三点钟的时候 已经走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当时我的先生不敢告诉我 因为他觉得我会承受不起 所以呢 他就悄悄地去告诉我的妈妈 但是他却跟我说 台大各地方来会诊 我要到医院去办一些手续 当然 这些话是他骗我的 所以说完之后呢 他就走了 但是到了早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呢 台中的那位法师却赶来了 连夜赶来 他在前面进门 我先生呢 跟在后头 还有我的母亲 所以那个法师一进来呢 就碰到我的母亲 法师就跟我母亲讲 恭喜恭喜 我母亲呢 听她说这种话 脸色就很不好看 因为女婿已经告诉她了 她已经知道真相 接着呢 我先生也从后头进来 法师一见到他 跟他说 吴先生 你进来进来 恭喜恭喜 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我先生 我先生对那个法师很不高兴 跟他讲 你这个时候来恭喜我 法师却反而安慰他们 跟我们大家讲 不要急 不要急 你们进来进来 后来呢 后来呢 法师就叫我们大家都坐下 当然呢 我一看到他们的表情 我就知道情况不对了 我就开始哭了 那么隔壁的太太呢 听到声音 她又过来了 法师就说 你们大家都坐下 结果 他一开口 就问我的母亲 和我先生 他说 我问你们 这个小孩 是不是三点钟的时候走的 我先生一听很惊讶 他说 你怎么知道啊 法师就跟我们讲 我就是为了这桩事情来的 因为 在这之前呢 我已经收了这个孩子 做徒弟了 所以大约在十二点多到一点的时候 这个孩子来找我 他说 要跟师父道别 他说 三点钟的时候 我要去投胎了 我要离开他了 就是离开这个母亲 那么 法师就讲 他说 我很惊讶地问他 你为什么不留在他家里呢 没想到呢 这个孩子却说 师父 我这次来 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留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准备在他 他三十四岁生日那天 带他走的 那我赶紧就问了 你为什么要带他走啊 这法师问的 你为什么要带他走 你为什么会这么恨他 那小孩说 因为他前世 因为他前世伤害了我 怎么伤害我呢 前世他是一个法官 他判错了案子 他让我受刑 最后含冤而死 命债是要用命来还的 那么 法师接着就问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 又不向他讨命了呢 为什么呢 这个小孩说 第一点 我看到他对他的母亲 格外的孝顺 这一点是真的 张老师讲 我的邻居 我的朋友们 包括我的外子 外子就是先生 他们都是跟着我一起 敬孝的 这是一个孝页 后来这个小孩又说 第二点 他生下我之后呢 他就一直不停地在念经 我只要睁开眼睛 看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看他一直在念 那么他在念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就在旁边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带他走 所以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恨他 前世他要了我的命 所以我从他怀孕开始 我就开始折磨他 因为他当初让我在监狱里面受的刑 受的刑罚 我今天就要让他受这样的折磨 那么说到这里呢 法师就转头问我啊 你记不记得你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本来还没想到 我忘记了 结果呢 结果呢 还是我的孩子在旁边提醒我 他说 有啊 妈妈 你不是让我们一直打你吗 对呀 真的是有 接着呢 法师 又把他 孩子跟他讲的话呢 继续说完 那孩子说呢 可是哪里知道啊 虽然我这样折磨他 他挺着个大肚子 还替母亲去买东西 结果没想到呢 又遇到一个公车紧急刹车 因为我太小了 我的力量不够 所以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 就被他生下来了 那么照理说呢 以我这样的体力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一个月 可是呢 我心不甘情不愿 我还是一直等 一直等 等机会 一直到三十号那天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但是我还是试着去拉他 结果呢 他为了要救我 却反而也拉我 而且 他自从从医院回来以后 从早到晚都在佛堂里面 在佛堂里面不断地念佛 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 我一直没有机会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 只要你真的 真心诚意地诵经念佛 确实是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力加持啊 但是 自己所造的业 要自己了 所以 所以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从这桩事情来 我们就晓得 虽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张老师身上 但是 但是这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佛经上 告诉我们 夜因果报 丝毫不爽 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因果是事实 因果是真理 所以你重善因 你得善果 你造恶业 决定会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因为时候未到 现在 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 诸位 如果要知道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莫雪 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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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继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张老师的因果事实 下半段 莫雪呢 给这桑事情 定了一个题目 叫做 桑事 桑事其冤 我有母亲的照顾 我的妈妈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是她还是那么的健康 那么我晚上是在诗砖教书 我在做社会工作方面 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很有成就 为什么 因为我对于那些不幸的那一面 尤其是那些 看到那些坏孩子的问题 婆媳的问题 家庭的纠纷等等 这些我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